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张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四节的内容 第四节讲的是 施工合同风险管理 工程保险 还有工程担保的相关内容 那么关于这一节 每年差不多考到四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涉及到的主要考点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说的是合同风险管理 关于这个风险管理这里面 我们要讲三种不同的风险类型 只需要把这三类 我们给它区分开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是工程保险 关于保险这儿 我们要讲六种不同的保险 我们要去理解每一种保险 它里面的一些特点 还有相关的一些要求 然后第三个呢 是工程担保 关于担保 我们要讲五种不同的担保 对于这五种担保 你要理解每一种担保 它的目的 作用 额度 以及形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先说第一个 风险管理 关于风险管理这里面 那第一个呢 就是合同风险的类型 而这个风险的类型 一共分为三类 有项目的外界环境风险 项目组织成员 资讯和能力风险 还有管理风险 对于这三大类 要求大家重点去注意 管理风险 这个是考点 很重要 考评很高 前面的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先说第一个 项目外界环境风险 对于我们项目来说 外界环境涉及到什么呢 比如说政治环境变化 像战争 或者是我们政治上的罢工 那么对于我们项目来说 这属于外界环境 经济环境变化 什么通货膨胀啊 这个对于我们项目来说 它也是外界环境 合同所依据到 法律环境的变化 比如说法律法规的变化 那同样 它也是外界环境吗 还有自然环境 什么一些自然灾害啊 这些通通属于我们项目外部的 称之为项目外界环境的一些风险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项目组织成员资讯和能力风险 资讯能力风险 在这里大家先要去理解 什么是资讯啊 资讯指代就是信用 信用 关于这个资讯能力风险 我们重点强调这三个 一个是业主的资讯能力风险 比如说业主经常拖欠工资 业主天天改图纸 可以理解为是业主的资讯能力风险 那么第二个承包商的资讯能力风险 比如说承包商管理水平不够高 技术能力不强 这属于他的资讯能力风险 还有其他 关于这个其他 他重点强调了两个 一个是政府机关的相关人员的干预 一个是周边居民的干涉 比如说政府机关有关人员 隔三差五的来到我们项目上来检查一下 他可能有一些想法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 政府机关有关人员的干预 还有呢就是周边居民 他的一个干预 好 这是关于资讯和能力风险 就是包括这三个 好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管理风险 关于管理风险这里 大家重点记这么一句话 只要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风险 我们统称为是管理风险 只要是由于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 统统放在这里 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 对环境调查和预测的风险 由于你对于环境调查 预测的不够完善 不够深入 不够全面 从而造成的风险 属于管理风险 第二个 合同条款的不严密 错误二一性 他为什么会有问题啊 肯定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 造成的一些影响吧 这个是属于管理风险 还有承包商投标策略错误 错误的理解业主的意图 从而导致报价失误了 肯定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 你没有很好的去了解 去思考业主想要什么样的招标人 从而导致你投标失误了 所以还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 再看第四个 承包商的技术设计 施工方案 施工计划和组织措施 存在缺陷和漏洞 计划不周 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问题啊 还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吧 最后一个 是失识控制过程当中的风险 比如说 合作伙伴有了争执 责任不明 为什么会责任不明 早干什么去了 同样还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 你最初为什么不把他们的责任给明确划分一下呢 对吧 所以整体上只要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风险 我们通通放在管理风险里面 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考试的重点 好 那么关于风险的类型 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考点清单 第一个 战争属于什么样的风险类型 我们刚刚讲了三个啊 一个是外界环境风险 第二个是 资金能力风险 第三个是管理风险 那么战争 它属于政治环境 所以它应该对于我们项目来说属于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风险 第二 政府机关 周边居民的干预 属于什么样的风险呀 自信能力风险 自信能力风险 它包括三类嘛 业主自信能力风险 承包商的自信能力风险 还有其他 而这两个举例 说的是其他 对吧 第三 承包商的技术设计 施工方案 施工计划 组织措施 存在缺陷和漏洞 这个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吧 所以它属于管理风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题目 下来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的风险当中 属于管理风险的有 什么样子的算作管理风险 只要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 我们全放在这里 来看一下啊 政府工作人员的干预 这属于积信能力风险 环境调查不够深入 这个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 所以它属于管理风险 投票策略错误 为什么要错啊 肯定你没有很好地去理解业主的一个意图吧 所以也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吧 所以这个也属于管理风险 汇率调整 这属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 对不对 这对于我们整个项目来说属于外界环境的风险 合同条款不严密 为什么不严密啊 肯定是我们在拟定合同条款的时候 然后相关工作人员没有考虑全面吗 所以还是由于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 所以还是属于管理风险 所以这道题正常选择BCE 一定要记住了 只要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够端正造成的 我们通通放在管理风险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第二个 是工程合同风险的分配 关于风险分配这里 大家首先要清楚 发承包双方在签合同的时候 必须要合理的去分配这个风险 不能签零风险合同 也不能签全部风险合同 你绝对不能把这个风险 完全给到签合同的某一方 如果你让这一方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那么另外一方 他就不会积极主动的去面对这件事 因为他不承担风险呀 所以呢他就不积极了 这样也是不好的 好 那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工程合同风险分配的重要性 到底有多重要 来看一下啊 首先 业主对于风险的分配 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因为业主主导了整个合同签订 所以呢 他对于风险的分配 也是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业主不能把风险全部推给对方 一定要理性的去分配风险 否则呢 可能会产生以下后果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后果 第一 如果业主不承担风险 他就会缺乏工程控制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整个工程也不能顺利的进行 比如说我没有风险呀 风险全部让你承担了 出任何问题你自己承担 所以我可能就不会不想管了 明白吧 所以他就缺乏了控制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这样很不好 然后第二 如果合同不平等的话 如果你让承包商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你看 承包商没有合理的利润的话 如果风险事件发生 不可预见的风险费 不足以弥补他的损失的话 你想想 风险发生了 我的不可预见费已经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 这个承包人他不可能赔钱给你干这个活啊 他肯定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少花钱吧 那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就要偷工减料了 那么如果承包商偷工减料 那对于业主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啊 我们看啊 然后他说什么呢 承包商通常会采取其他各种办法 弥补损失或者是减小开支 比如说刚刚我说的 他可能要偷工减料了 很不好 第三 如果合同所定义的风险没有发生 这个风险没发生 然后则业主多支付的报酬当中的不可预见的风险费 那么承包人呢就取得了超额的利润 什么意思啊 虽然说合同当中定义的一些风险没有发生 那么最初我们约定好的这个不可预见费 业主你还要给到承包人 那么这笔钱呢就作为承包人超额的利润了 不能说这个风险没发生 这个不可预见费我就不给你了 不能 该给还得给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合理分配风险的好处 刚刚呢我们说的是你不合理分配的时候的坏处 那反过来就是好处了 意思一样啊 第一 业主呢能够获得一个合理的报价 承包商报价当中的不可预见费呢会比较少 因为你们双方合理分配这个风险了 业主承担一部分 承包商承担一部分 那承包商他只针对自己承担的这一部分 去报一些不可预见费就可以了 所以说啊 这个报价会更合理一点 然后第二 减少合同当中的不确定性 承包商可以准确的计划和安排工程的施工 对啊 因为业主帮你承担了一些不确定性啊 承包人承担的这些 它只是一部分 那么针对这一部分 由于不是很多 他可以很好很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工作 第三 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合同双方风险控制和绿约的一个积极性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风险承担 每个人都会很积极主动的去面对这件事 好 第四 整个工程产出效益可能会更好 就是整体上 当你合理分配风险的时候 肯定是会更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风险分配的原则 到底怎么分配啊 我先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关于风险分配的原则 它是这样的 就是谁有本事去控制这个风险 那么谁就去承担这个风险 比如说 有你去控制这个风险 要花的钱要比我花的少的话 那么这个风险就由你来承担 谁有本事去控制 就由谁去承担这一部分风险 这就是风险分配的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书上怎么表达的呢 它说从工程整体效益出发 最大限度的发挥双方的一个积极性 尽可能的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 谁能最有效的预测 防止控制风险 或者是谁能有效的去降低风险的损失 或者是谁能将风险转移给其他方面 那么就由他去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谁有本事谁承担 好 第二 承担者控制相关风险是经济的 就是便宜的 花钱少的 通过风险分配 加强责任 发挥双方管理和技术革新的积极性 双方都可以去很积极 很主动的去面对这件事 好 接下来关于风险分配的相关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考点清单 第一 业主对风险分配起着主导作用吗 对的 业主 他要去主持整个合同签订的事宜 所以由他去主导风险的分配 第二 如果合同所定义的风险没有发生 业主不需要支付不可预见费用吗 错 你该支付还得支付 而这一部分不可预见的风险费 作为承包人超额的利润 第三 合理的分配风险可以使业主获得一个合理的报价 承包商报价当中的不可预见费用呢 会较少 是的 因为业主帮你承担了一部分风险 所以承包人你只针对你自己承担这个部分风险 去报一个不可预见费就可以了 第四 谁能最有效的管理风险 这由谁去承担该部分风险吗 是的 谁有本事谁承担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关题目 关于工程合同风险分配的说法正确的是 条对的看A 业主承包商 谁能更有效的降低风险 能够降低损失 则应由谁去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正确 就是谁有本事谁承担 一定要记住了 然后第二 承包商在工程合同风险分配当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吗 谁起着主导性作用啊 业主 业主他要去主导整个合同的签订 所以说由业主去主导风险的分配 不是承包商 C 业主承包商 谁承担管理风险的成本最高 则应由谁去承担相应的风险吗 不是最高 是最低 我们说风险的分配 我们要遵从一个经济性的原则 就是谁能花的钱最少 那么就由谁去承担 不是最高 是最低 D 合同定义当中的风险没有发生 业主不需要支付这一部分不可预见的风险费吗 并不是 即便它没有发生 你该给钱还得给钱 而这一笔钱呢 作为承包人超额的利润 好 所以这到底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选项 好 那么关于风险的相关内容 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考点总结 关于这一部分 我们就掌握两个 一个是风险的类型 第二个呢是风险的分配 我们先说风险的类型 风险的类型主要有三类 项目外界环境风险 组织成员自信能力风险 还有管理风险 我们先说第一个 外界环境 哪些属于外界环境 政治环境的变化 战争 政治罢工 这属于外界环境 通货膨胀 经济环境也是 法律法规变化 这都是自然在害 这些都属于项目外界环境风险 那么自信能力风险呢 主要有三个 有业主的自信能力风险 还有承包商的自信能力风险 还有一个其他 这个其他呢是 包括两个 一个是政府有关人员 时不时的来干扰一下 干预一下 还有呢 周边居民的干预 好 管理风险 这个是要求大家重点去注意的 在这里 我之前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就是只要是由于 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专正 造成的风险 我们通通 属于这个管理风险吗 比如说 由于对于环境调查 预测不够完善 不够深入 不够全面 造成的风险 由于合同条款的不严密 错误 二一行 由于错误的 估计业主的意图 导致你投标失误了 这些都是 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 造成的 还有呢 承包商的技术设计 施工方案 计划 错误存在 缺陷漏洞 这也是由于 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 造成的 还有就是 实施过程当中 比如说 合作伙伴 责任不明 发生争执 你现在发生争执了 你现在责任不明了 还不是由于 之前 有关工作人员 你没有认真地 对待你的工作 没有把他们的责任 划分开吗 对不对 好 这是管理风险 全部都是由 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态度不够端正 造成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风险的分配 首先 业主对于风险的分配 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然后 风险分配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你看 他说 如果业主不承担风险的话 那么他就会对于 整个工程的控制 缺乏积极性 缺乏动力 那么导致我们 整个工程进展的 也不会很顺利 还有呢 就是如果合同不平等 承包商他没有 合理的利润的话 他会想方设法的 控制成本 可能就会偷工减料了 这也不行 然后在这里 这句话我们要重点去注意 如果在合同当中 所约定这个风险没有发生 涉及到的不可预见费 业主你同样还得支付给承包人 而这笔钱作为承包人超额的利润 分配的原则呢 这句话你要注意啊 谁有本事谁承担 谁有本事谁承担 而且承担者呢 他对于风险的控制 必须是经济的 就是花钱少的便宜的 然后通过风险的分配 加强责任 发挥双方的一个积极性 肯定会更好 好 这是关于风险管理这一部分 感谢观看